原标题 荣石是一个在历史上没有原型的人 在剧中和杜月笙齐名 曾因为婚期受主枪杀日本军官 日本将军得之后上门亲自道歉 荣石当时担任的是一名商会会长 其地位可与当时石人公 董局华董的杜月笙齐名 自然是风光无限的 但同时作为一个爱国人士 当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政策时 他就悄悄地关注着东北的战争局势 当听说日军即将攻陷成德时 荣石忍不住急忙面见热和省主席 并承诺解决抗日战争的捐费问题 为了履行承诺 荣石集合富商前来开会 许多商贩并不愿意出手帮忙 荣石直接抛出一句话 今日要是哪个没专出了一半家产 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日军还是对成德发起攻势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的指导下 省主席带领士兵南逃 留下一城百姓 使得日军在不费吹灰之力 下旧将成德攻陷 如时虽然无力改变成德被攻陷的局面 但一切在东北的势力 还是在群众心中有一定的地位的 成德沦陷后 在日本人要进城之前 荣石传出话许 谁要是改善自迎接日本人 火灭他全家 也因此造成了日军虽然攻陷成德 这无人欢迎的局面 日军的情报部门 在打听到是荣石所为后 也拿他没有办法 日军进城后搜查各家客户 这时候 一名日本军官看上了一名女子 却不曾想到该女子正是荣石的妻子 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受辱 荣石一时怒气 拿起枪来就将这位日本军官击毙 由于荣家兄弟颇多且各个武力高强 日军只得忍下这口气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段时间以后 日军旅团少见听说了这个事情 在知道时 自己的手下的过错在先后 直接给了那个军官两个耳朵 并告诫所有的手下人 不要再招惹荣石 整个在东三省有头有脸的人物 此后 日军旅团还命这名军官 当日前往荣府登门道歉 可谓是挤足了荣石的面子 在此之后 荣石不得已继续当商会会长 表面上是为了保全自己 以及家人性命为日本效力 但在私底下却一直在帮助抗战的士兵 荣石用他自己的一生 想我们全是了那个年代大气 有责任感 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时而又隐忍的大丈夫形象 参考资料 建在弦上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那再次